好多人 好多人 當然了 你是台灣的SPD 好了 我們時間到了9點鐘 我是很準時開始的 那今天晚上我先讓我講廣東話 再講國語 今天很開心 今晚就是我們星期三晚的見證分享家 今晚邀請了我們一個又漂亮 皮膚也好 團隊越來越大 很厲害的一個SPD 資深總裁 他的名字叫做國兒恩 很歡迎他今晚來和我們分享他的見證 也都是我們的主題就是他成就更美的自己 我就先講一個國語 今晚我們主要會用國語去交流 稍後下來的時間都是全部用國語的 如果有些朋友他很明顯 有我的Youtube錄影 之後你們可以跟回文字檔 我先隆重介紹 很歡迎我今天晚上的嘉賓 怡音到我們的當中為我們分享 陳祝更美的姿子 他是我們在台灣的基辛總裁 也是我見過他的團隊是很活潑很開心的 我跟他們聊得 實在太開心了 所以今天晚上很高興 他願意來到我們的Zoom跟我們分享 好 怡音我今天交這個時間給你 好吧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的Susanna 大家大家晚安 我不會講廣東話 我就講華文就好了 我是台灣的SPD 我是怡貞 那真的非常感謝Susanna的邀請 因為好不容易促成這一個跨國團隊 然後最後我想說 那乾脆我們就大家一起分享 全球都聽得到 如果外星人也收得到的話 那就外星人也一起聽 因為我們是一個heart to heart的企業 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聽得到 那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摩海1976年 1976年11月26號生的 是不是看不出來快50了 對不對 這時候一定要講說看不出來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用了我們的產品 那為什麼那時候我會認識這個商品 其實 跟我一樣76年 對 76年的 1976年的 都是很年輕又漂亮的 看不出來年紀 那我認識這個商品是在2020年的6月18號 其實我正確日期是6月份 反正6月18號好像是我同學生日 他就我同學就來跟我介紹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很久沒有見面的同學 突然來跟我講來為的商品 突然要跟我們碰面 第一不是來借錢的 不然就是來講直銷的 我不曉得你們會不會這樣認為 不是來借錢就是來講直銷 這時候心裡會不會很害怕 我自己是會害怕 但是我想說完蛋了 這個萬一來借錢呢 我也給他啦 那怎麼辦 那我就想說把我的朋友 那時候是我的老闆 就是Linda美魔女 Linda老師 那時候是我的老闆 我就說老闆老闆 Linda 待會兒我同學要來找我 那萬一他是來跟我借錢的 你幫我跟他擋一下好了 結果呢我同學一來的時候 開始跟我講貼片 我完全聽不懂 完全聽不懂 但是呢我還是購買了 我覺得為什麼 因為老實講 我跟我同學高中就認識了 算到回去我們高中就認識 其實大概二十幾年了 專科認識二十幾年了 那第一個真的是性嫩感 那再來一個 我同學 我是加入後我才知道 我同學他也加入才一週 他也才加入一週 他就跟我介紹這個商品 他是真的講的我聽不懂 但是呢他很誠懇來告訴我 其實 他需不需要提出勇氣來跟我講 當我們要去跟人家介紹商品的時候 是不是講的人也是需要勇氣的 你不要以為只有聽的人是要勇氣 講的人也是要勇氣的 所以為了給他鼓勵 我們也是一包加入 我們只有一包加入為什麼 因為我擔心我的同學他被騙 對我是擔心他被騙 真的很簡單 那為什麼我會加入 是因為我發現這個商品 他不貴 這個商品他不貴 所以我那時候就以一包我加入 我想說好我想我一包加入 至少可以給你有個交代 然後我跟他講 你不要直接拿這個東西給我 我自己去 來回了解 因為我想要知道 這一家公司到底是不是詐騙集團 詐騙你這個笨蛋 真的喔我覺得我同學是個笨蛋 他連走路都很容易被計程車撞到 計程車撞到他丟給他100塊去看醫生 他就跑了 很笨的 所以我相信我同學他是被騙的 那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加入一包一包而已我加入 所以就開始了我的來回之路 那當然我加入之後呢 我自己就跑去公司了解 一進去公司我就遇到 我覺得蠻好的就是遇到了王大哥 那他就會開始跟我稍微介紹一下商品 我才知道啊原來這個東西這麼先進啊 那為什麼不試試看啊 因為他有給我看啊 我還有看到一個連大衛貝克漢都有在用的 他們是踢足球的 那些運動員都有在用了 他們怎麼敢使用這些名人的照片 名人都敢使用為什麼不用用看 後來我就是開始慢慢就是這樣子開始分享 我開始真的沒有想要經營 不過就是這樣莫名其妙 分享貼片之後咧 我們雖然一開始不知道怎麼安排夥伴 可是真的我覺得要信任你的推薦人 因為雖然我推薦人也是笨笨的 我剛剛有講我同學也是笨笨的 但是我們的領導人會帶我們 王大哥他會帶我們 他就幫我們說那你接下來可以怎麼做怎麼做 所以我在蠻快的 我們在八月我在八 同一年的八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我就晉升經理了 對八月二十四號就晉升經理 那其實後來因為當下我那時候有講 當下我的老闆他其實是跟我同時知道這一樣商品 但是還好他沒有跟我同時加入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那時候在用另外一家的直銷商品 然後他有跟我說另外一家直銷商品也不錯 我覺得他人很好 他也有給我用另外一家直銷商品的東西 反正不用錢我們都可以用用看 對吧 那我用他的那一家直銷商品的時候 我曾經老實講 因為我們都剛開始使用 可能這邊也會用一點那邊也會用一點 我就把Live Wave的我真的有停掉 我就換用他給我的 就是這種圖圖摸摸的東西 反正圖完之後 待會你們會看到我的照片 我整個臉長滿了豆子 就是可能不太適合我整個臉就長滿了豆子 後來我同學看到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不趕快再把你的貼片貼回來 後來我想說好吧 那我再認認真真的把我的貼片給貼回來 貼回來之後 我後來發現真的大家一定要拍照 在你使用的第一天開始 你一定要拍照 而且不能用美肌 一定要用相機原本的 不要用美肌拍照 那你就會發現你第一天使用 跟你後來使用的差別真的是非常大的 所以就是因為有了那一張照片之後 我們很快我在10月26號的時候 就晉升為董事的就是因為一張照片 待會你們會看得到 非常的神奇 那那時候晉升董事之後 當然開始我們的推薦人 就是我們的領導人 就王大哥他就說 那你們現在就要開始了 他會幫我們訂定計畫 他就說如果你有心想要經營的話 因為我們已經開始有一點點組織的 在線上的應該有蠻多都已經是經營者了吧 還是有一些人不是經營者的 應該有 因為我看不到 我不太認識大家 如果你們已經有些都是經營者的話 你應該就知道你是有夥伴的 當你有夥伴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要開始想 你要怎麼幫助你的夥伴 像那時候王大哥他就開始幫我們安排說 你大部分是用的 是用的 主要是用的 用的 好大部分是用的 OK 對好 那我們開始使用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開始一定都是先從使用者開始 我們使用的不錯的時候 就會開始慢慢去做分享 分享分享 我一開始也是 剛開始分享的時候 一定要先主動分享 主動 我一開始領的獎金比較多的也是主動的推薦獎金 講實在話 一週 我算領的少的喔 我也是有在FB上面PO 當然就是說我的使用前跟使用後 當然都是PO我們自己的使用前跟使用後的照片嘛 那當然看了人家的詢問度就會高了 一週的獎金真的還蠻多的 我們都是美金計價嘛 可能有一開始可能一週只有15塊 因為不太會推薦15塊美金 到後來可能有50塊 這也是倍增啊 後來到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0 開始都倍增上去 後面就不好意思再說了 那這時候我的老闆 他也開始進來了 因為他發現這個貼片可以讓他好睡覺 可以讓他好睡覺的時候 我老闆也開始加入了 因為他 反正就是既然好的商品大家都可以一起用嘛 那一起用之後咧 他也開始做分享了 哇所以我們在11月的時候 他真的很強 他一進來的時候你看我們11月16號 我的老闆其實比我還要早就上執行董事了 你看我2020年我同一年 幾乎就是不到一個月時間就上執行董事了 接下來剛好又有公司的促銷 馬上啪啪 然後又往總裁跑上去了 其實在董事跟執行董事之間 還有一個位階叫做資深董事 因為我們的分數直接就跳到 直接就略過了 所以我們少一個公司欠我們一個資深董事的徽章 我們根本沒有資深董事 我們是直接就跳一階了 跳到執行 然後又在12月份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大促銷 我們就直接上到總裁 很快12月我們到總裁的時候也是 其實就是跟著公司的促銷活動 然後一起做推廣 對在12月13號 其實你看這時間點都蠻近的 所以如果如果我在想 我自己本身 本身原本也就是一個很平凡的三寶 我稍微簡單講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我以前也是在銀行工作的 在銀行上班的 我覺得銀行就是鐵飯碗 包括我的 還有我的哥哥嫂嫂姐姐 我們通通都是在金融業 我們都是在銀行上班 那哥哥是IT人員 然後姐姐也是銀行部門主管 阿嫂也是在券商 然後我爸爸就會認為說 我應該就是要一輩子都待在銀行 可是因為我再生醫學 學太多了 所以我就再生再生再生 我就生了三個小孩 再生生了三個小孩 那因為三個小孩 一個小孩 我們是全職媽媽 不是我們不是全職 我是那個叫什麼 上班族的媽媽 一個小孩給人家貸 就大概要兩萬多塊台幣 兩萬多塊台幣 那我生三個小孩給人家貸 我幾乎一個月的薪稅 我全部都給人家了嘛 那小孩我就開始自己貸 那你自己貸之後其實就沒有什麼錢了啊 以前我們去逛街啊 我們去shopping啊 小孩的衣服都是在百貨公司買的 可是你生到第三個的時候 我真的是連去買尿布 我都要一家一家逛 然後我真的要把我的手機拿出來按 我要比價 我要比哪一家的尿布比較便宜 不管它是差十塊 對我一定要算 我一定要算得很精準 然後那個老闆他是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算了啦 你就買一整箱嘛 你就買一整箱十二包 我算你便宜一點 我說我不是 我不是以 箱來計算 因為我就是差那一包兩包的價錢 我付不起 我就是付不起 沒辦法 那不是我老公 沒有能力 我要老實講 是我想要省那個錢 不是我老公沒有能力 是我老公 我老公也有父母要養啊 他還有我們一家五口要養啊 那怎麼辦 我只能從省錢來幫他 不要壓力那麼大 不是他不夠貧 我覺得不是這樣講 因為我們已經想辦法要省錢 然後我也是會想說要出去 努力賺錢 可是小孩又小 沒人顧能夠怎麼辦 那時候我有想過說 其實我知道直銷是可以賺到錢的 所以我曾經嘗試過加入其他家的直銷商品 我曾經有做過安插 很開心 每天都很開心 就是去上課啊 去上營養課啊 然後也有推薦人家 可是真的賺到的不多 但每天心情是愉悅的啦 我必須老實說 每天心情是愉悅的 可是我賺到的錢不多 然後還有一家是 顱叉 那個東西其實我也覺得不錯 也是我以前銀行的同事很好 因為他也知道直銷是可以賺錢的 他就介紹他的好朋友給我認識 那也是一個很蠻高聘的人 那那個人他就是來跟我碰面 他就跟我說 宜珍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東西呢 你去開Seven連鎖的話呢 也要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到三百多萬台幣 那你加入我們這個不用那麼多 加盟金都不用兩三百萬 你只要把我這一咖皮 這一個皮箱裡面所有物件買起來 三十萬 你就等於開一家分店了 哇我的老天爺啊 我哪付得出來三十萬啊 我連幾塊錢的尿布我都要算了 我三十萬怎麼可能買得下去 我就說 哇我沒有那麼多錢耶 結果那個大姐她把她的皮箱這樣 啪想蓋起來 然後就對著我大罵說 你浪費我的時間 那好兇喔 我們在咖啡廳 那就這樣講 你浪費我的時間 哎呀 我那時候也才三十五三十六歲吧 我說那真的是很抱歉 可是我就是沒錢了 怎麼樣 對 所以後來我會遇到這一家 Live Wave 我同學在跟我講說 為什麼我會這麼快的決定 是因為我說我一包加入嘛 台幣五千多塊錢我付得起吧 就算我被騙五千多塊錢 會對我造成影響嗎 不會 其實真的不會 對我不會造成影響 那我覺得那時候的當下是想 我自己的心 我是想要幫我同學 去了解這家公司 我不是為了 我不是為了說我想要用商品 老實講 因為我那時候是聽不懂的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直銷是可以賺錢的 如果說 當時他有告訴我說 這個東西在台灣很少人知道 那如果我是排在前面的話 我是不是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對吧 如果我去加入了安插 我已經不是在前面的 我可能機會沒那麼高 可是現在在Live Wave在台灣 我不曉得在香港 在賽斯 當然啦 可能在其他國家可能很成熟 可是在台灣很少 只有七萬多人知道而已 所以台灣市場真的還很大 非常的大 所以還沒有入會的朋友們 夥伴們 真的可以趕快進來 我覺得Live Wave 而且現在前一陣子 我們的大老闆還有來台灣 因為我們有開幕嘛 我們有開幕在幹嘛 大老闆都有來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那至於怎麼開始 怎麼怎麼開始 除了我自己 我不曉得 對 一定是有改變 一定是我自己有不一樣的改變 那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我從總裁到資深總裁 其實真的是隔很久 一年 中間差了一年 真的拼了一年的時間 所以其實啊 要如果像要拼未接的話 真的是要 啪啪啪那個速度要快 不然萬一你動作一慢下來 真的會有那個叫做什麼 倦怠期 其實速度真的要快 然後不要讓自己鬆懈下來 那Susanna可以幫我換一下那個照片 就是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這個齁 我跟你講看一下 右邊那張肥肥的是 我還在Linda老師那邊 當健身助教的時候 你看哦 健身助教那麼肥啊 誰要來練習 FB都看不到 好不好意思 FB都看不到 我到時候我會PO給你們看 這麼肥 我還覺得我很可愛耶 可是你看這個是六月多 然後旁邊這個是2020年的12月 這時候是晉升總裁的頒獎 是不是瘦瘦的 嗯 就是有差 瘦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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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面很尖 對我沒有節食哦 我很愛吃東西的人哦 我我們跟Susanna破面的時候 我也是一直吃一直吃 我的嘴巴是不能停的 我就是喜歡吃東西 不管我們在哥斯大利家破面站 反正我就是吃 因為人生就是得吃 吃完再去動 所以你看這是有差別的 我也沒有忌口 沒有什麼的 然後再來還有一張 真的要長期使用啦 這一張真的是有夠好笑的 這個是中間哦 我就說嘛 人總是會這樣 有時候會想要偷用一下 別人家的商品 結果你看原本好好的皮膚 被搞成這副德性 就是一顆一顆一顆的 而且呢 是從這裡 從下巴開始 長長長長長長長的 長到這裡 啊天啊 好醜哦 整個圓的 我老公看到都害怕了 那後來真的是 我同學說你就認真 認真使用你的貼片 多喝水 是不是你看 敏感的皮 我自己的皮膚 我自己 myself 我講英文了 你看 myself的 skin very good 就有變化了 變得比較好了 雖然還是會有啦 比較深的巴 你說那個要淡掉 那個都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你看這個前後 真的有差別 那FP上的朋友 不好意思齁 我可以再給你們看照片 那沒有關係 所以一定要拍照 使用前 使用後 我的我的 不能講也急 就是我後來會晉升比較快 這一張照片 真的吸引很多人 所以建議各位使用者 愛用者們 一定要常常拍照 不要用美肌 真的美肌害死人啊 因為怎麼樣都美啊 而且科技越來越發達了 越用紙會越美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照片呢 喔對這個齁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某天半夜 突然眼睛癢 還是腫又痛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能 那這種三天半夜 去掛急診 也 又覺得 因為我們家住在陽明山上 真的要開車出去好遠 又很麻煩 那我想說既然有貼片 當然有病還是要看醫生 有病還是要看醫生 真的大家 有病還是要看醫生 健保卡拿著去掛號 但是因為我們家真的很遠 我想說有什麼就用什麼吧 我就把自己的貼片 我就貼著 然後先應急一下 隔天呢 真的中午 你看10月16號晚上貼 10月17號11點 真的不到12個小時 那個腫就不見了 這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粉粉的 粉粉的紅紅的顏色都不見了 恢復原本的皮膚的狀 皮膚膚色的狀態了 就是這樣 其實真的你自己拍照 自己留下證據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看的時候 都不用講什麼 照片就會說話了 這個都是真的 你們FB的朋友看不到 沒辦法 對 那我覺得 這些東西 第一個會看到你改變的是誰 你的家人 第二個會看到你改變的是誰 你的朋友 一定是你的親朋好友 哎呀你怎麼改變了 哎呀你怎麼變瘦了 哎呀你怎麼變漂亮了 所以他們就一定會問你 你就可以告訴他們 我覺得這是真的 那如果你自己不會講的話 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時候很好的是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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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當然剛剛有講 我的同學我一定要出賣他一下 我同學他雖然不會講 可是我有跟他講說 我想要去去教室學習的話 他會陪著 他會一起陪同我去找王大哥 那王大哥他也會說 那王大哥他也會說 你們剛來 你們也不會講 沒關係 你把人帶進來 我們來幫你講 我覺得 這時候當然 我們自己領導者 一定要會學習 也一定要會陪同你的夥伴 一定要會陪同你的夥伴 陪同他一起成長 對 因為你如果不陪同他 他會沒有安全感啊 如果說我的同學當時 要是跟我講說 你自己去學就好了 我都不懂 你自己去學就好了 我都不會 你覺得我還會進來 LIFE會學習嗎 其實是不會的 而且後來我發現 我那時候推薦獎金領很多的時候 老實講 我發現我同學 推薦獎金領不多 我反而還會擔心他 我就問他說 你領這麼少你OK嗎 那時候我同學跟我講一句話 我覺得好感動 他說 大哥有告訴他 你要先幫人家賺到錢 你自己才可以賺錢 所以我同學他 那時候因為我還在 Linda老師那邊當助教嘛 所以我有時候我自己 可能有人想要了解 但是因為我還要去當助教 還要上課 我沒有辦法去跟學生們 或是跟想要了解的人 講得很詳細 我的同學 會跟王大哥去幫我講 他們好好 他們去幫我講 太好了 錢讓我賺 我的天啊 很好 對啊 然後我賺到錢了 我很開心 可是我看到我同學沒有賺到錢 我就會覺得 那個 那個 愧疚感啊 那所以後來我覺得 這樣也不對 所以 大哥他就有 他就有跟我講 他就有說 我們 當然這個也是在後來我們上資深 在上總裁之前王大哥他有跟我的對話 我把他有寫下來 如果你們想要抄 因為我沒有做Powpoint嘛 他那時候是有講說 我們自己已經當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上了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還沒上總裁之前是執行董事嘛 我那時候都沒有進教室學習 但是我只會 我只會踢單 那時候已經一天都可以進好多單了 然後那時候我只會建黨 我只會踢單建黨 但是我都不曉得要怎麼講 那一些 什麼 OPP那一些的 然後王大哥就說 你一定要進教室學習 他說領導人的重要是什麼 一樣嘛 他教我同學的那一段話 你要幫助夥伴賺錢 你自己才能賺錢 好 你要幫助夥伴賺錢 你自己才能賺錢 那還有一個就是 你要對你的夥伴負責任 當你把一個夥伴 牽進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對他負責任 就算他 現在只是一個消費者 他未來有可能成為經營者 所以你一定要輔導他 你一定要輔導他 而且你要成為你這一個夥伴的 後盾 當他有問題來問你的時候 不管是公司的問題 不管是貼片的問題 你一定要跟他講一句話說 沒問題 他說王大哥叫我 他說沒問題 你這個東西交給我 你放心去處理你其他的事情 你這個東西 我來幫你處理就好了 他說你只要講這一段話 你的夥伴一定就會很難 我就覺得他這樣講很對 因為那時候 其實 當然我有遇到 一開始我們幫人家 錄會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 安置錯誤的問題 會有推薦人放錯的問題 就是放錯推薦人的問題 或是放錯線的問題 我們會很緊張 會嚇一跳 哎呀怎麼辦 獎金放錯 不是我領誰領怎麼辦 弄錯邊怎麼辦 是不是很緊張 那時候王大哥說 沒問題 這種小事交給我 我幫你處理 你繼續再去做推廣就好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哦好安心哦 後來等到我們自己會處理 你知道 原來只要填表格就好 其實 其實就是 你要讓你的夥伴安心 你的夥伴對你就會 完完全全的信任 對吧 你的夥伴對你完全的信任 他對你的忠誠度就會高 他對你的忠誠度高 信任度高 他就會覺得說 其實你是一個非常讓他可以安心的 當然他對他的夥伴 他也會這樣子複製下去 而不是說我不知道 對對 自己去學 嗯 這樣子其實你就會把 你的人家想要了解 想要學習的人 都一直推開 一直推開 一直推開了 對吧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 有能力解決他的問題 真的 而不是衍生出更多的問題 嗯 因為曾經有一個人 他的夥伴只是問他一個問題 可是這個 這一個問我問題的人 他已經找出四個問題來了 我想說 你這四個問題是已發生還是未發生 他說 還沒發生 是我自己想的 我說 都還沒發生 你怎麼會想這麼多呢 都還沒有發生 你怎麼會想這麼多 你只在困擾你自己 還是在困擾我 你想太多了 因為問題沒有發生 所以你應該要把 而且問題應該要到你為止 就是你應該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不曉得這樣聽得懂那個意思嗎 我們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而不是把問題一直往上擴大擴大 再擴大 擴大到無限大 其實那是還蠻累人的 我不曉得這樣子可以理解嗎 這樣會不會講的太嚴肅 有一點點 那我們就把它跳回來好了 好 對 對 因為問題就是 就是鐵 我們解決不要再把它發銷了 對 對 其實有很多 很多不必要的問題啊 然後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啊 很多人都會想說 我這只是舉例舉例舉例 舉例 有的人會說 感冒發燒能不能貼 喉嚨不舒服能不能貼 我們不是醫生 我們也不是什麼 我這個都沒有什麼任何治療的效果 感冒發燒當然是要看醫生 喉嚨不舒服也是要看醫生 怎麼樣都有什麼任何問題當然都是要看醫生 可是因為我們這個貼片可不可以貼 通通都可以貼 我們什麼樣都可以貼 你只是使用後要多喝水 就這麼簡單而已 然後我們這個團隊 我老實講 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使用 AK是39 因為簡單的東西 不要把東西複雜化 你只要給你的夥伴一樣東西就好了 如果你一次推太多樣的商品出去 可能你的夥伴會一下子記不住 所以你一開始 我像我們團隊一開始 我都會建議他們主推AK是39 單獨一樣就好了 不要太複雜 東西簡簡單單就好 如果太複雜的話 真的夥伴也學不來 然後他們要複製也複製不來 你就沒有辦法做傳承 對吧 這是我自己的 這是我自己的分享 然後我覺得 當然因為在Live Wave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 為什麼我會下定決心來做這個 除了我 不想要再過 買東西要用那個計算機 按算盤的日子嘛 按計算機的日子 對 我們家就是住在士林 台灣的士林夜市那邊 陽明山 就是士林夜市 我很喜歡逛夜市 這個也是一個小故事 我從小 不是我從小 我小孩子很小的時候 我也會帶他們去士林夜市 逛夜市 那通常我都跟他們講 只能看 不准買 一律不准買 東東只能看 那就算你們要買東西 那也都是三個小孩吃一份就好 你要吃鹹酥雞 三個小孩吃一份 你要喝飲料 三個小孩喝一杯 就久而久之 小孩會變大嘛 飲料還是那麼一小杯而已 後來小孩大了 大家就會說 媽媽 我覺得這個飲料不夠我們喝了 這個炸雞也不夠我們吃了 然後結果有一次也是 前一陣子就很流行那種韓式炸雞嘛 大概在 一樣在2020年的時候 也是很流行那種韓式炸雞 然後呢我小孩就說 媽媽我想吃韓式炸雞 我說好啊 那就買一份吃 結果那個小孩說 可是媽媽啊 我們上次買一份吃 我們三個人分 真的不夠分 我就說沒關係 你現在齁 你去跟老闆講 買三份 三份通通大份的 沒問題你們就吃吧 結果那三個小孩好訝異喔 就用那個眼睛瞪的好大的看著 我說媽媽 你發財啦 其實也沒有 那個就真的是 因為我加入了萊威之後 我開始有推廣了 我開始有推廣了 我開始領到獎金了 所以可以讓我的小孩 可以吃到好吃的東西了 可以選擇 對 對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會看到 我的生活有改善了 很多人會看到說 譬如你可以出國去旅遊了 他就會開始說 我好羨慕你喔 我覺得你怎麼 你都可以這樣做 我說其實你們也可以啊 只要你們願意啊 他們就會開始 又說回來了 欸 可是那個要去拉人 他會講 那個要去拉人 那個要去賣東西 哎呦我沒朋友 我也沒朋友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要拉人嗎 那個跟你自己的心 跟你自己的心吧 跟你自己的心吧 跟你自己的心態是一樣的吧 所以你自己的決心跟定位很重要吧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沒有那個心 你羨慕我有什麼用 你就去做你一輩子的上班族好了 你懂嗎 因為那是你心甘情願 你就不應該去羨慕人家 我以前也是很羨慕人家 其實為什麼我會有這些改變 我姐姐也給我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因素 以前我姐姐也會常常找我出國 我也會用各種理由推脫她 其實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沒有錢 就是沒有錢 她就是跟我講 你要跟我出國啊 你要去哪裡玩 我說哎呀不要啊 我要顧小孩 我要幹嘛 其實小孩都大了 她自己會走 會上學了 需要我顧嗎 我跟你講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只是沒有錢 後來我姐跟我講一句話 她說你都已經40歲了啊 你都40歲了 你再不出國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等你老了你都走不動了 你都不去看看世界啊 後來我那一年就是很下心來 就跟就是叫我老公爽 就是跟我老公拿錢 然後就出國 真的出國去看一看 我發現世界真的是如此之大 我發現真的如果不出去走走 你永遠只會局限在這邊 所以你要讓你自己嘗試著改變 而不是只有守 因為以前的我只會想著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可以過就好了 就像我的朋友講的一樣嘛 哎呀我好羨慕你喔 我好怎麼樣喔 但是我一直都跟那個誰講的 他說欸 欸有什麼人啊 神經病喔 只有神經病會永遠做一樣的事情 卻希望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是嗎 我忘了是哪一句 哪一個名人講的話 就是你永遠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你卻會希望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對吧 因為你都不想改變 你為什麼不嘗試著改變呢 你如果嘗試著改變 你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啊 只是好跟壞而已嘛 再怎麼壞也不會比現在壞啊 因為你要我再回溯回去 我原本的本只花五千多塊錢 可是我換到的是現在的生活 我講一下喔 在2020年我女兒讀高中的那一年 我女兒高中是不用繳錢的 我女兒高中是不用繳錢的 不是因為她是資優生 是因為我們家的資格是可以不用繳錢的 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 我們政府補助我們耶 我們家不用繳錢耶 我女兒讀高中不用錢 因為我們的收入沒有達到嘛 但是在2020年就是過完農曆年的時候 2021年開始我們要繳錢了 因為那一年我賺錢了 哈哈哈哈 那一年我賺錢了 所以後來我女兒的高中學費 我就要繳錢了 早知道就嗯 沒有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管妳做什麼 哪一家的工作 或是哪一家 我不是說只有Liveway的指教好 任何一家的都是一樣 任何一家的都是一樣 妳很願意付的 對對 都是妳只要願意去改變 妳只要願意去嘗試 妳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我們不管這個結果是好是壞 至少有去嘗試過 人生就是那麼短短的一招啊 對啊 而且我還要再講一個蠻好 蠻有趣的事情 我每次進辦公室的時候 我們公司的那個 有些同仁們都會問我說 為什麼怡甄妳每天都會這麼開心 問我為什麼每天都這麼開心 我就會跟她講說 其實我覺得人生真的很短 我不想把我的時間浪費在痛苦跟後悔 我就算看的節目 我都是看綜藝 我都是看歡樂的 我都是看笑的 我不敢看哭的電影 我不敢看有死掉的人 我寧願去看卡通 我愛看的那個FB 我最常看的影片就是 集粉刺跟剪指甲 我都看這些東西 反正就看有趣的 對啊 我覺得我的 我寧願把我的時間 可能自己跑去喝咖啡 看看笑話 我也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後悔啊 痛苦啊 那些事情上 我寧願開心一點 真的時間很短暫 你多去聽一些人生大道理啊 多看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多讀一些書啊 多讓自己上進一點啊 比如說或是多賺 多推廣賺多一些錢 不是很好嗎 我覺得多推廣一些人 多幫助夥伴賺錢 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對啊 窮養的小孩特別乖 對我有夥伴講窮養的小孩特別乖 我們家三個小孩真的都很乖 這倒是真的 對啊 我覺得這樣子啊 真的人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坎 然後還有 還有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們真的要守住原則 這個是做經銷商 經銷商要有的就是我們 守住原則不退庸 我不曉得這個 這個應該大家都是一樣的吧 絕對不退庸 因為我今天你跟我買的是服務 真的我沒有退庸給任何一個人 我不退庸的 然後呢 我也不要跟我們的夥伴搶人 我們應該要讓利給夥伴 就這樣 因為你一定要讓夥伴賺錢 我剛才前面有提到 我們要讓夥伴賺錢 我們才會賺錢 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的制度非常好嘛 我們的制度是這樣的 真的我們是有三代的 對不對 而且三代是無上限的 無國界的 對啊 尤其這麼好 無現代無國界管他 總是八代 我們都可以拿的 對不對 所以讓利給夥伴 夥伴很開心 我們也很開心 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 非常好的制度 比我以前做的安插 真的好蠻多的 而且又開心 我覺得這裡的人真的很和善 很和善 我知道我們團隊裡的人 真的 長得漂亮的 齁 我有說過我不跟醜八怪做朋友 所以你看我們團隊沒有一個醜八怪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團隊裡 每一個都是人美心善 心常好 通通都 對啊 真的 不搶人照顧好每一個夥伴 這是真的 我的夥伴哪一個人敢講我壞話的 待會被我揍喔 沒有你看沒有人敢找我壞話吧 對 對啊 這以上大概是我的分享啦 不曉得有沒有哪邊 大家還要想要了解 或是需要我補充的 是 沒有你覺得非常好 還有你也有跟我說過 你這個很開心的把你的老闆 拉進來啊 我們介紹一下你老闆好嗎 對我的老闆 我跟妳講我的老闆很可怕 我差點忘了我老闆 我會被他打死 這一個喔 我老闆 我真的很幸運喔 這一個原本是我的老闆 她是台灣的健身美魔女教練 52歲的 她很可怕我跟你說 真的 她喔 就是很活潑 非常的活潑 因為我剛有講到嘛 我是六月份的時候進來 然後八月的時候莫名其妙上經理嘛 那時候她還跟我講說 她是絕對不會經營的 她說她絕對不會經營的 她叫我也不用想那麼多啦 結果呢 她自己使用後咧 哇效果很好 因為也是網路紅人 我覺得真的喔 你會找人 然後也要找很會的人 反正就是 我們的台語 我講應該有一些馬來西亞人 你會找人 不如會找人 不如會找人 就是你很會找人 你不如找一個很厲害的人 像這一個 這一個領導老師她就很厲害 可能也剛好她跟我們那個 警榮一樣 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很會運用網路的人 對找到對的人 他們也是非常會利用網路的人 所以啪啪一下子 她那時候有說 她想要把那個 馬來西亞的那個 金龍力給 哈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呢 每次看到那個 推薦排行榜 金龍都是第一名 然後永遠都是金龍第一名 然後那時候呢 這個我的老闆好強喔 他說他不想要當第二 他只想當第一 所以他那時候就一直衝 一直衝推薦 所以後來他變成都是那個 推薦第一名 哦哇哦 我多開心啊 我非常 對 那對 他是 他是 第一 金龍是第二 我是第三名 嗯 真的 真的 他就是 我們同一年 對啊 非常非常猛 非常非常猛 然後我們就知道 在後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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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給他加油就好了 哈 這時候對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他 所以那時候 你看我們就是連 連跳耶 我們真的 中間就這樣子 也不能講隨便做做 我們也是有認真 因為雙鬼字 我還是有另一邊的啦 所以呢 Linda是真的一個 米摸女 他本身已經很漂亮的 對 他有一隻 還有他已經 對 對 對 他本身就 然後他 當然也是 我們貼片 使用之後呢 他在他的運動表 還有他其實真的 嗯 嗯 有Lag 運動表現更好 體態更完美 這個是真的 這個都是他自己講的 你們自己 當然那個 FB上面看 現在 可以去搜尋他的FB 你看他的FB你就知道了 所以因為這樣子 他就也是推 推薦給他的學生 是 是 對 是 他在課堂 其實他在課堂上 他不會講 因為他上課就是 不完美 對 他有跟我說過 對 他有說上課我就是上課 他當然是是全球 No.1的推薦人 嗯 對 對 他進來 這惡明惡意 這惡明惡意 連線嗎 連線有問題嗎 嗯 嗯 斷斷續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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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專業 嗯 還有這個 現在有了 有了 有了 對 可能你的線剛才就是斷下 對 對 對 我們正在跟香港人連線 對啊 啊 Suzanna 我們澳洲的朋友啊 是的 現在 現在我們書裡面是可以看到照片 你們看不到 哈哈哈哈不給你們看 沒有啦 這書裡面就是可以看我們的大合照 其實這個團隊裡面不是只有我們自己團隊 是整個台灣的團隊通通都在 嗯 對啊你看 對 只有人美的可以拍到 啊沒有啦 沒有啦 哈哈哈哈 對啊你看每一個都是貼起來又健康又漂亮 真的 嗯 還有我們的David Jumper也有來 就是我們的大上線 David Jumper 對 每一個都是又高又美 所以我們的你看其實連我們的運動員啊 我們的機師啊空姐啊這裡面有空姐有機長 有運動員有老闆娘欸 健美小姐 嗯 都有 還有 呃不完美小姐就是我 我也是啊 哈哈 通通都在使用啊 都是可以用的 人人都能用 而且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SPE欸 這真的沒有在 我覺得直銷最棒的就是他沒有在 考慮你的 你的 什麼學歷 嗯 對 什麼人也可能可以進來 其實真的我的團隊最連講的阿摩是84歲的 哇 84歲 對 他很會介紹 因為他遲遲是他跟老公 他老公是86歲的 他們兩個一直在介紹 就是因為他老公是面談的 還有是中風的 嘴不能歪的 後來他的已經完全正常起來 還會唱歌回去教會裡面 人家看到他們就說 你們用什麼 為什麼你的外型啊 面啊 船都好起來 因為中風已經幾年了 那後來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教會你的其他的阿公阿媽 船都要過來 所以我就是一個一個幫他們開戶口 因為他們船都不會電腦的 所以這個我也是很感恩 就是因為一個人的改變 他會幫助身邊其他的人 其實再來為我們 其實不是賺錢的 我們說賺錢太低了 我覺得 是我們真的把我們身邊的人 全都建立起來 一直變得更健康更美麗 這個是真的 是 這是真的 所以我們也很開心 每次我們出來分享 對嗎 我們遇到的 我會分享 我們最近有一個案子 他是怎麼樣怎麼樣改變的 每次都是說這些的 就真的 就覺得哇 真的太好了 太棒了 我們這個產品太好了 就是這樣子去分享 所以 姨姨妳還有什麼要跟我們說 我們今天晚上有120多人進來 你知道嗎 120多人的 我的老天阿 對對對 現在還有110多 對 好多人 還有什麼可以分享 我來想一下 就是越貼越漂亮阿 身材越來越 哈哈哈 我看大家有講什麼 對 對 不搶人造物非常好 對 就是其實 其實 我自己啦 我自己 以前 我講一下我自己的 感覺好了 我自己使用貼片後 我的改變有哪些 除了很容易口渴之外 嗯 睡眠比較好睡 我覺得這應該是每一個人都會這樣吧 睡眠真的很好睡 而且 老實講 因為我們其實 讀書會 我有跟Suzanna有聊到 我們其實 禮拜二阿 跟禮拜四阿 我們晚上有時候 九點也會有讀書會阿 那禮拜 其實像一三五我就會很早就睡覺了 我大概九點多我就一定要跑去睡覺了 然後有時候讀書會的時候 時間到了我也睡著了 後來還是我們同學 讀書會的同學 趕快打電話給我說 你趕快起來阿 你怎麼在睡覺 因為他知道我睡著 他說趕快起來不要睡著了 我說趕快起來 趕快把私訊打開 還好已經有人在幫我主持讀書會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蠻神奇的是這個貼片讓我可能就是在討債吧 可能以前喜歡熬夜啦自己喜歡熬夜看手機啦 那你貼了之後他可能就會覺得說你的睡眠時間不夠 所以他會跟你的身體討一些 可能覺得你的肝需要休息了 那就叫你早一點 需要睡覺 對 需要睡覺 然後需要多喝 對 需要多喝水 那還有你有時候像我自己 我覺得很好玩的是用了那個 Ala Vida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用過 Ala Vida 然後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 我覺得Ala Vida很可愛是他可以 晚上塗嘛 我們會塗很厚 塗很厚 然後去洗臉的時候 早上起來洗臉的時候 你會發現臉咕溜咕溜的很滑 這是我兩個非常喜歡的 就是那個Ala Vida的那個 嗯 那個晚霜 晚霜 而且他後敷可以去角質 就是你把後敷之後咧 大概給個五分鐘 搓一搓 可以當做去角質使用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樣用過 有嗎 Ala Vida的晚霜 一定要把他 他怎樣用過 也是怎樣教他們用的 對齁 就後敷 第二天起來就很但願 對 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真的真的我覺得可以 這兩個啦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講 皮膚齁 女孩子就是愛美嘛 當然我們再去跟人家推廣的時候 就是用愛美來講 這真的是最好推廣的 因為誰不愛美呢 是吧 嗯 對 這是真的 對 真的 好 我們今天晚上很感謝 姨姨姨來跟我們分享 我想問在座你們有什麼問題 要問姨姨嗎 你們可以在聊天裡面去打字 還是也可以開你們的陰性去問她問題 有沒有啊 我相信我們今天晚上很多的收穫很豐富 去了分享她怎麼樣從一個大三個小孩的媽媽 變成現在的失業女生 還有她在台灣的團隊裡面 她是一個很顯耀的明星 還有現在還在幫助每一個團隊的情人 變成名移之心 對嗎 那我就覺得很感動 也是我們在Livea裡面 我們就是很像一個大家庭 我們真的很開心 能夠互相的鼓勵 互相的分享 謝謝今天她是從台灣團隊 來到我們團隊去分享 我們也感謝她真情的跟我們分享她的經歷 還有教導我們怎樣去經營Livea 我們先要讓我們的夥伴先賺錢 我們自己才能賺起來 這個是真的對的 我們一定要愛我們的夥伴 每一個人好好去照顧 讓他們明白怎麼使用我們的產品 還有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基督是怎麼樣 我們的團隊才能建起來的 今天晚上我們去到這裡 謝謝各位 如果你是今天才進來 聽我們這個Zoom 請你找回誰介紹這個ZoomLine給你的朋友 了解我們Livea的產品 你不需要找我去登記 找介紹你的ZoomLine的朋友 因為她應該是很愛你 很希望你有改善的一個人 好吧 那我們今天晚上去到ZoomLine 謝謝 謝謝依依 希望我們未來有更多的分享 更多的交流 好吧 謝謝 我下個禮拜來台灣找你 好 我們見面 我請你吃飯 一定要 好了 謝謝你 謝謝Susanna 謝謝你的邀請 謝謝你 謝謝各位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各位拜拜 謝謝大家今天的出席